一座人 一座穿 全球的志願 給你拔天穿 不怕床 不怕床 等來合唱是命的歌 等來合唱是命的歌 她自己會去發揮她的空間 讓她的想像加滿興奮 那長輩會覺得說很有成就這樣子 他沒有做下去這些老人怎麼辦 需要把這些老人放掉嗎 可是當你放掉的時候這些老人何處何處 這咧 你的肚子還會叫金嗎 現在不會啦 喔 你看 酒改掉就好了 你看 雖然我們跟他 坦白講沒有血緣關係 我相信 將來有一天 別人也會幫我們當成他們春心長輩 我長了 比較冷 社區裡面 像獨居老人 一些小孩 我看到他們 慢慢的我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機會 除了服務自己以外 然後也可以服務別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建政台灣聲明烈 我是大清 那剛才看到了一點點本集精彩的畫面 我們要跟大家談談這個要活就要樂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老人的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有邀請到幾個不同單位的這些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先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先從我的右手邊開始囉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緊張 但笑容很甜美 這個我們來自瘦鋒香水蓮的這個 銀髮日拖戰的潘淑琳淫 淑琳妳好 大清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哇 你看這個笑容可局 老人家最喜歡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一樣瘦鋒香風里社區關懷機構的這個 中美貞 美貞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是 那右手邊介紹完了 我們換左手邊 今天這兩位有推動 也算是專家 我們先介紹門諾基金會社區事工部主任 我們的張淑琳 大清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你看每個都陽光 是不是 所以來介紹一下我們慈濟基金會的這個 慈發處的這個吳季春是幾年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介紹這麼多的這樣子 大家都很開朗的這些女士們 其實她們都是在服務老人 那我想首先今天的節目有三支影片 分別舉了三個例子 包括水蓮 風里 這幾個社區 然後還有慈濟基金會 那到底大家怎麼做 先看第一支影片 風蓮祭是原住民部落的大事 很多旅外的族人會在這一天返向參與 很多老人家更是開心 因為難得見上一面的家人都會回來團圓 她很開心 她回去就是要準備做餐 那給她的妹妹給孩子吃 那給她的家人 76歲的彭美貴阿嬤一直住在水蓮 靠著座山務農養大孩子 不過子女長大後都到外地謀生 她一個人生活 秀 Syncrum Ema 走後都到外地 這麼多次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旅 indeed 旅年回來一次 二、三次而已 六、三次 過年沒有回來 阿嬤的故事只是許多偏向地區的縮影 因為年輕人離家 許多老人家或者過不慣都市生活 有或者捨不得家園 往往就只能留守在部落 獨自生活 她是潘淑林 十五年前跟著先生從桃園返鄉 照顧生病的婆婆 四年前開始 淑林放下正職的工作 幫忙先生 一起照顧部落裡的獨居長者 2008年 門諾基金會在企業捐贈下 與水連村的發展協會成立社區老人關懷據點 每個星期三和星期五 村子裡的長者都會來到這裡聚會 水連村距離市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加上村子裡沒有診所 很多長輩都有慢性疾病 所以定期的健康管理特別重要 我們裡面有一位長輩 他連續他自己不知道他高血壓 然後血壓一直都呈現很高的狀態 然後因為這個健康檢查還有我們平常的把關 讓他及時去醫院才注意到他自己有高血壓 目前定期來到關懷據點的長輩 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獨居 為了他們社區關懷據點特別準備了餐飲 讓老人家可以好好的吃頓飯 阿妹 阿妹 開動 哈哈 要吃慢一點 不可以吃很快 好順嗎 好順 很暖 很暖喔 好 好 社區關懷據點工作繁雜 除了服務老人家 還有許多行政工作 幸好有熱心志工願意幫忙 讓淑林輕鬆不少 血壓都太高了吧 今天幾個異常了 對 一半 七個 只是劉香的年輕人很少 能夠來幫忙的志工 都是應該享清福的阿嬤了 你怎麼忘記 明姐 你怎麼了 明姐 你怎麼了 那怎麼辦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對啊 乖乖的 有沒有高學長 妳有那個沒有 血壓是沒有 有啊 血壓進來一下 妳是血糖 妳剛剛有良水糖嗎 沒有 有良水糖 沒有怎樣 沒有怎樣 怎麼了 血糖 快 媽媽 妳是不是今天吃太多豬肉了 雞肉了 妳嚇我 我講到哪裡 血壓救救 沒關係 慢慢 開開這個 很高 還去管啊 是不是太熱 太熱嗎 我有扇子 妳的藥 我們的志工都是長輩的志工 他們都是年紀大的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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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多 有時候太悶也會啦 原住民樂觀的個性 沖淡了緊張的氣氛 不過這件突發的意外 讓潘淡淡很擔憂 我激動的想要哭 因為她本身 她也是自己一個人 而且七十歲了 會想到我的母親 因為我的媽媽也是一個人住 可是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這麼好的 有日投展的服務 然後在這裡當下我嚇到了 我很罵我的媽媽也突然發生這種狀況 工部門從二零零五年起 推動並實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劃以來 關懷據點的數量逐年成長 向來人口外流 以及老年化嚴重的花東地區 關懷據點設置的村裡涵蓋率 分別高居前五名 但這是志工咬牙苦撐的成果 照顧長輩不是 你希望有什麼被看見 說你是很了不起的人 你願意犧牲你的工作你的時間 照顧這些人 就希望他們有好的照顧 然後可以在地老化 因為你也知道 病人是很沒有尊嚴的 讓他們可以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然後避免這疾病 我覺得無形中也是幫助他們 這個其實我們從影像當中會看得出來 說我們的這個屬林 他跟這個當地的這一些阿公阿嬤們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長輩 但是互動得很好 剛才看到影帶裡面很激動 想哭 這個我們大家先給他鼓鼓掌 對不對做得很好 那你講講就是說你想要幫忙 那平常在我們水田部落裡 你的經驗都是幫忙做哪些事情 主要這個 我現在是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那他承接這個業務之後 在預備餐食給長輩吃 還有在處理業務的部分沒有人手 所以我就把工作辭掉 如果我沒有辭掉的話 這些這個日拓站可能就會因此解散 那這十幾個老人也就沒有地方去了 就是好像很早 我們看影帶裡寫的2008年 我們就進去這裡面設這個關懷據點 是 阿東吹西閒會挑水蓮這個地方來進行這個工作 那最初合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水蓮發現 其實真的很多老人是獨居 或者就像影片裡面的玫瑰阿嬤他們這樣 平常都是一個人在社區裡面 社區裡面的老人願意參與的其實相當多 特別是在水蓮 他因為是在海岸線 他就醫不方便 後送急救也不方便 我們更願意在這樣子的地方 能夠從一個預防照顧端 開始做社區照顧的工作 所以最初的跟水蓮合作 是從這樣子的一個想法開始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說 社區照顧這個概念 是不是也請淑婷跟我們觀眾朋友講一下說 社區照顧如果用很簡單的一個說法來講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能夠照顧我們的老人 好 那這個觀念其實對於社區來說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我在社區裡面使用社區的人力 來照顧我社區裡面需要的人 不一定是老人 社區裡面也會有失能者 也會有一些需要照顧的孩子 好那最終他就是希望 讓所有的包括人力物力資源都是社區自己的 所以這個概念很好 可是實際上要執行起來 特別是在花東的偏鄉會很困難 因為我所有的照顧工作都需要經費的支持 那第二個最大的問題也是在我們執行上最常遇到的困難 就是志工的人力很難找 那因為有能力的人可能都外出去工作了 或者他還是需要照顧自己家裡的長輩跟孩子 你很難找到一個能夠願意長期投入的志工 在衛福部的設計裡面都把它歸屬是在志願服務 就是運用的都是志工的人力 那志工意思就是他是沒有知心的 好 那所以你要一個志願服務的人長期願意投入 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希望呼籲就是說 也有很多的志工認為說 我寧願坐在民眾服務社 或是我寧願坐在老人會裡面 我接接電話坐在辦公室 然後感覺這樣子的服務很簡單 也不是說很簡單 就是說他可以比較容易達成他的服務目標 可是在社區照顧工作 為什麼這麼難找到志工 其實是因為我們現在在 服務或者是照顧端的這個價值沒有彰顯出來 我們在我們所有合作的日拖站據點裡面 我們都是不斷的讓我們的老人知道說 這去照顧據點若沒有志工 他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細節 不是說我找一個有熱心 志工 我就去了 那可能遇到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那同樣一樣 那我想說也請教一下季春 就是說那在慈濟 慈濟其實志工也不少 那在這一塊部分 慈濟的操作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則 我們關懷長者其實從50年前開始 我們從第一個個案林曾老太太 她就是一個獨居的長者 那這幾年下來呢 包括說像環保站 它也是一個在衛福部的認定上 它是一個高功能型的一個關懷據點 就是在環保站裡面就是 他已經平常時就聚集了很多的老菩薩 在這邊做環保 然後在這裡也受到關懷 也受到照顧這樣 那所以我們是從這樣的一個一度下來 大概在七年前我們也開始在社區裡面 推動包括長者聚集安全改善 然後也確實看到在偏鄉原鄉 社區裡面真的很多的長者 然後真的是很辛苦的在生活 那所以我們就也慢慢慢慢 也結合到剛剛蘇琳所提到的 結合社區的這些在地的資源 培立社區在地的人力 然後在社區裡面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然後到今年為止 我們有到今年有將近30個據點 在全花蓮縣 然後再照顧將近900多位長者 真的 這不愧就是做這個慈善業務兩位 大概就能把輪廓都勾勒出來 不過都有一個重點 在地的那個力量跟那個志工對不對 就是講你嘛 所以我其實我對那個印象很深刻 我們去拍的時候沒有刻意的安排跟設計 結果那個阿姨就突然不舒服 那老人家是不是常常在社區裡都會這樣 尤其當他獨居的時候 如果沒有去你們那邊 我覺得那個後果滿嚴重的 是啊 所以那採訪當天就是 他是我們的服務員 然後忽然的這樣子我也嚇一跳 那站上的長輩也曾經我們都幫他叫過救護車 當中還有一位住在山裡面 每一次要到站上要騎20分鐘的摩托車的一個長者 然後他有一次在站上也是我們幫他叫救護車送醫 還好有即時的送醫 對 我想要請美貞來看 看他這個可能比較年輕 那我們這個做比較前面 風里社區做比較前面 所以你來看這樣他們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相對性真的比較困難 對他們一樣是我們受風箱 說實在的他們在水連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也經常過去跟他們之夜 他們那邊真的是因為比較偏遠 然後交通各方面都不方便 所以這個就剛講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剛好身邊要有人 萬一沒有人的話 這個後果就不堪行這個設想 所以說我們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設這個自拖站 真的講也幫助我們鄉村的一些老人 很多很多的照顧 也真的是給他們很多方便 是 所以因為我們這一段講的是水連的這個故事 那是不是如果給你一點點時間 你覺得這個地方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可以解決現在目前你遇到的困難 第一個一樣是志工的問題 志工 對 因為我們水連部落 現在就剩下老人 小孩跟狗 很少人可以進入到裡面 因為年輕人都去外面工作 那我一直號召不到年輕人 這讓我覺得 人力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的志工裡面有一個現在也小中風 所以人力上更吃緊 那站上現在就經營的比較辛苦 如果是有那個大發熱心 願意投入在水連部落生根的我們 我們部落也很歡迎 這樣嘛 所以這個我們講出了心聲 然後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志工 至少都可以幫一點忙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風里社區 這樣的一個例子 快點快點快點 每個星期兩天 是風里社區老人家來當長輩的日子 阿公阿嬤來到這裡盤旋閒話 也做身體的健康努力 11 7 8 4 為了讓偏鄉地區的老人能夠在地老化 門諾基金會與風里社區合作 在這裡開辦了花東地區 第一個社區老人關懷據點 來從事老人日託服務 設計以活藥老化為核心的各種課程 陪伴長輩健康的變老 那健康促進現在是一個活藥老化的觀念 就像我們可以看丹麥的經驗 他們的老人可以在臨終前 只花七天臥床 我們希望志工是受過完善的訓練 可以去帶領老人做一些體制能運動 所以運動是讓老人的生理機能 維持甚至強化的最主要的一個概念 風里社區服務老人家的工作 開展得很早 一九九四年起 中美甄就已經組織 家政班的婦女學員 一起投入關懷社區裡的獨居長者 這一群在廚房裡忙碌著的婆婆媽媽 是營法日拖戰最重要的後勤系統 八點過來就開始了 十一點以前 十一點以前就要完成了 致工們甘願投入 更多的是婆婆媽媽們 對於故鄉而家人的答謝 所以你看我們的志工 當了阿嬤 過去還沒有當阿嬤 現在當阿嬤了 孫子怎麼辦呢 孩子要 欺負要上班 我們之後也把孫子帶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也照顧老人 也照顧 因為愛家 愛鄉的社區意識高 所以日拖戰開辦後 社區裡的頭人和精英 除了協助場地 也身體類型加入服務長輩的行列 他們做人 你一下子來這邊 教他們做運動 教他們表演 他們會覺得很憋扭 就是我們這邊 有幾位學校的老師 校長推去的 也在這邊從事一些社系的工作 所以他們也下來一起 你的輪廓一直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動動腦 一開始動手的時候 你會覺得 怎麼樣 這麼差勁 只要下去做 下去畫 一定會畫得很好 上課的目的 在於讓老人家走出自信 真的有潮汐 我們在哪裡 他們最大的變化就是 他們變得有自信大方 過去有時候你請他做 抱歉 我不一樣 現在不會 你跟他講 他會很自然 很大方的來表 這刻 老人家的心 回到了海堤時的快樂 其實我們畫這麼長的來 所以長輩畫得很好 給他 讓他自己發揮 他很多長輩他會畫他過去的 比如他農家的時候 他以前是在種田 他比如擦秧 割稻子 種西瓜 挑西瓜 他自己會去發揮他的空間 讓他的想像 想像力加得豐富 你再這樣可以發揮到 他們很多的這個才華 也在這邊無形中 可以讓他們表現出來 那長輩會覺得說 很有成就這樣子 經過長期的耕耘 老人家不僅喜樂 且勤於出席 以及參與社區的活動 所以外來單位也藉由這個平台 來協助服務老人家 根據內政部統計 截至2016年底 台灣地區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達到310萬 佔總人口的13.42% 平均壽命也達80歲 老人照顧的壓力月價嚴峻 人口外流 加速農村的凋零 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 也反映在城鄉推動長照的差異 所以現在長照2.0 就開始在推試辦計畫 那試辦計畫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ABC的這個C 它其實就是一個巷弄長照站 希望透過普及化的 初級照顧的概念 讓更多在地的老人 都能夠接受這個服務 但是它的這個服務的期待 是每週要5天 而且5個整天 都能夠讓社區使用的空間 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即便是門路基金會 在地耕耘這麼久 我們也沒有辦法保證 我能找到這麼多 合適的空間來推動這個服務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所有的服務工部門在規劃 也許又是走向 志願服務無償 提供服務這樣子的體制 那服務時間又要拉得 這麼長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社區的能量真的有限 還有那一天 就是那種阿公的告別式 他家的人都 都一直在感謝 他的兒子還特別跟我講說 他的爸爸說 他人生最快樂的這一段 就是在我們日後站 我覺得聽他講的這一番話 就覺得還滿安慰的 農村社會互助 供養的精神雖美 但是農村年輕人口 持續外流 照顧者的年齡 日趨老化的趨勢下 路又該怎麼走 這個看完這個影片 其實我也有一點百感交集 因為本來我們的 按照節目錄影的這個順序 是說大家來動一動 有一點活力 但我想先問一下 美申大姐 我們最後面那段 就是說我們社區裡面 總是老了之後就是會走 對 那當大家在面對這個事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一起集氣打氣 我覺得這個對老人的團體裡面 好像很重要 對 說到這一點真的是 也是我們帶長輩 他昨晚最後這一段路的時候 我們也會很感傷 像我們長輩我們站上 帶過一百歲的有三個 然後都是在我們山上 然後到最後他走的時候 他都會感謝我們 那在我們很感動的就是說 在99歲的那個阿公 錫金的阿公 他都自己騎車子來 然後在那邊在家裡生活以後 就是因為家裡年輕人都外出 也不在家 所以他就到這邊 只要他沒有來山上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關心 他是生病了或是怎麼樣 我要去看他有沒有 需要去幫忙的地方 然後他走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會 就是會很感傷這樣 但是我們站上就是 他平常在這邊活動 我們都會幫他們拍一些照片 所以我們都會跟阿公 阿嬤說 來 比較漂亮的 讓我幫你拍一下 但是這樣講 他們也不會介意了 就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兩張的 珍珠版的看板的那個 他在站上的活動的照片 送給他們家裡 我們沒有想到 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是想說 送給他們家裡的人做機會 沒有想到說 那給他們家裡的人 有這樣子的一種感恩 就是說他平常 個人忙個人的孩子 都在外面工作 也沒有跟爸爸媽媽有相繼這麼多 帶去玩照一些照片 我們在他日常生活當中 照的一些照片 把它貼在上面 然後有的就是 當他親生會的時候 有鄉長來頒獎 一起唱甚至快樂歌的 那些快樂的照片 貼在那邊 讓他們的孩子又感動 然後又傷感 過程裡面 老人家參與的這一些 都有拍到那個很快樂的聲音 對 那這個就是讓家屬 他會感動的地方 那我想再多問一個 就是說那平常的時候怎麼 我覺得很有活力 過小股跟老人都在參加 對 那這個應該是不簡單 要怎麼樣去帶動老人 我們是在93年的時候 就是鄭虎剛剛在推六星計畫 那個時候 因為我先生是當社區理事長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時候就加入門楼的一個團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由他們來輔導我們 那時候就推第一個日拓站在我們那邊來成立 那我本身是在社區裡面 我也擔任了一些很多社團的一個負責人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工作夥伴 我把它帶進到我們的日拓站來 所以我們日拓站裡面的志工一直就是大家都相處的都很好 在這個推動工作上就是在志工上我們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在推動老人日拓關懷的這個器塊 我們所以做的就是蠻順利的 那服務能夠吸引到老人來 其實很重要的是你的課程是不是能夠吸引他們 所以我們看影片裡面他們有金杯鼓 還有什麼農作音樂班 然後甚至於常常帶老人出去參加表演參加比賽 去提升老人的成就感自信心 甚至於每一次出門比賽都會留下很珍貴的照片 他們還會花非常多的心思在幫老人做衣服 道具 那老人也是真正的參與在這裡面 所以日拓站的經營能夠成功 不是說我只是來參與活動 而是我也是這個日拓站的一份子 這個日拓站的好壞也是靠老人在經營 那美貞姐他們就是把這個精神 在豐里這個社區發揮得很好 那我們在整個的日拓經營裡面 我們很重視一端叫做志工的配例 希望是志工都是裝備好了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老人照顧工作 那這個延伸出去就變成到家裡 他們也能夠在社區裡面成為 我們期待的社區報備案 哪一個老人獨居了 可是今天突然心臟病發 送醫回來之後 在家屬還沒有 比方說申請到其他的照顧能力之前 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援助 這都是志工 在社區裡面 就能夠發揮的很好的角色跟功能 就像水田那個困境 真的在特別片鄉原鄉 你要找到年輕的志工人力投入 真的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做法就是 年輕老人來照顧老老人 就是他們也做得很開心 然後也覺得說自己有存在的價值感 然後他們也做得也都超乎我們的想像 那種對於長者的關心 不過剛才有講到一個重點 梅貞姐妳個人很有魅力 是 是 沒有 沒有 是 就說妳怎麼會那麼自然而然 好像感覺很真誠的互動 因為我生長的環境可能比較特別 因為在鄉下裡面 我是一個公務員的家庭 然後我嫁到農村裡面來 我先生也是公務員 我家裡也有公公婆婆 然後我照顧了他們也是 從我嫁過去一直到他們往生 所以我們就會感受到說 現在農村 因為年輕人都外流 那在家的就剩下兩個老的 有的甚至一個 那我們家的老人家 還有我們夫妻 孩子住在一起這樣照顧他們 那這些沒有人照顧著怎麼辦 剛好就搭上政府的這個 六星計畫來 然後因為我們如果這邊來協助我們 在設計裡面 剛好我們就把它推動出去 長輩給我們的是肯定的 現在變成說 他們來到站上是一個精神寄託 就是每天會期盼著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兩次而已 但是他們常常跟我說 每次可以多一天多兩天嗎 我說是可以 可是志工他有自己的工作 我們就是說 能夠一直這樣子維持下去 我想是大家的合作啦 長輩把這個奇怪也是當著他們的 生活的一個奇怪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展上這樣子 有說的重點 他個人魅力 其實就是讓那個地方被大家喜歡 對不對 就大家都去啦 以塵相待 對不對 大家互相 你每一個志工要給他有角色 那你要換得下 你不要說我站 我是他們所稱是站長 所有我都包 不會我都把全部下放 我們也分 我們有會計組 有文書組 然後就來量血壓 我們的工作都分配得很清楚 然後每一個志工都要學下去帶長輩 就是每一個都要會這樣子 然後長輩對志工就都很尊敬 就是說大家都互相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那我們也把長輩當作是自己的阿公阿嬤 其實我們的年齡也是不小了 只是說我們這種心態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工作陪著老人家 我們要比較年輕的 把他們也帶起來這樣 不要覺得說 我常常跟他們說 阿公阿嬤 你不要覺得我們很老了 我們不用 我們都覺得我們很年輕 自己要用那種年輕的心態 來帶他們 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覺得說 自己也不覺得自己老了 就是每天來上站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一種期待 跟一種快樂這樣子 這個 我們心裡年齡都年輕嘛 對對對 那我們來動一下 今天這個淑婷他不只當專家 他教我們幾招 平常這個老人家還可以活動活動 那也讓電視機前的這個 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對不對 來淑婷來 那我們今天呢 比較簡單的是帶來一些 自己在家裡 要站起來是不是 大家請來賓 也一起來做 就是我們自己在家裡呢 只要有毛巾 就可以做的一些簡單的運動 好 好 那要做毛巾操以前呢 我們還是提醒大家都要有一些 暖身的動作 那在家裡呢 你還是要穿一些 比較運動的服裝 那毛巾操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強調幾個重點 第一個叫緩慢 不要很快 不要強調速度 這不是競速活動 我們要緩慢 第二個是搭配呼吸 所以最好呢 就可以搭配複式呼吸法 好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請大家稍微兩腳張開 那首先是向下的握著毛巾 然後我們吐氣 然後慢慢的把毛巾舉到你的胸前 來 吐氣 好 那這第一個動作 我們都會建議 你每一個動作 大概維持個十秒以上 好 那這個當然也可以看著電視做 它不需要什麼大腦的活動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吸氣慢慢的放下 這就是第一個動作 那每一個動作 可以做個十到二十次 那第二個動作也是一樣 我們吐氣慢慢的往上 舉到你的頭頂上以後 盡量可以讓你的手貼著你的耳朵 好 這可以伸展你的背部 如果你有感覺 好 你的背部的肌肉 跟你的肩膀的肌肉 現在有在活動到 好 那我們在講話的過程中 大概十秒也就到了 好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吸氣放下 慢慢 這三個動作呢 我們先一樣 我們舉到頭頂上高舉 來慢慢的吐氣 舉到頭頂上以後 我們來拉 拉我們腰側的肌肉 所以你可以向你的左邊 稍微的彎過去 好 你會感覺到你的右側的 好 右側的肌肉有在伸展 好 慢慢的吸氣回到中間 你就可以往你的右邊 稍微的彎下去 好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感覺到 你的另外一側 腰側的肌肉有在伸展 好 維持這個姿勢 大概十秒左右 我們就回到中間 好 慢慢的吸氣放下來 好 好 有開始流汗了嗎 還沒有 這動作才做這麼一點點而已 你真的很厲害 一邊講一邊講話 好 來 我們慢慢的吐氣往前 伸到你的胸前平舉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轉身 還是維持你的手 是平行地面的狀態 好像你的左邊伸展 對 好 維持這個姿勢 一定有感覺到你的腰側的肌肉 它在伸展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你就吸氣 回到中間 接下來你在吐氣 往你的右邊轉身 好 維持這個姿勢 大概十秒啦 美貞姐你姿勢標準喔 稱讚他們一下 讓他們維持的這個動作 好 再慢慢的吸氣 回到中間 好 我們再慢慢的放下來 好 那這是在暖身動作的部分 那第二段的運動三十分鐘 我們就希望它是大肌肉的運動 而且呢 強度要夠強 至少要讓老人有流汗心跳加速 它才能夠真正達到運動的功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要讓大家理解一下 坐著也可以運動 坐著也可以 特別是看大愛台的時候 這樣子 是 好 你就是坐著看電視的時候 沒有事情做 那我們就是把一隻腳抬起來 左右都沒關係 都沒關係 對對對 抬起來有沒有什麼這個標準指令 我們當然是希望這個腳 能夠平行地面 比方說大行蹲 就可能要再高一點 你腳長所以高一點 感覺有故意被Cue到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你當你維持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腳掌的方向 也會跟你牽動的肌肉有關係 例如說我往前 你會感覺到你的大腿上側 特別還有小腿肚的地方 有特別的伸展到 那如果腳尖垂直 垂直地面 你就會發現這一端 拉到的更明顯了 大腿前側 那每一個人體力不一樣 因為有的老人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樣去跟他講 譬如說是5秒10秒 還是要量力而為 我們是希望就是一樣一個動作 它至少可以維持個30秒 看電視其實會忘記 看電視很自然 它能撐多久 對對對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 已經超過30秒了 梳林Hold住 Hold住 有一點困難 對不對 其實我也很困難 那其實你撐得越久 你就連感覺到 你連腹肌都有在運動 這邊就在用力 腹肌都有在用力 去維持這個姿勢 那我們就慢慢的放下來 就換另外一隻腳 就換這一隻 就換另外一隻腳 那剛才是從一隻腳一隻腳 對 那我們常常要告訴老人說 你明天腳如果太痛 不要去住 那是正常的 單腳做完了 然後我們才鼓勵老人說 如果你可以 我們在這座站一樣 老人就是扶著椅子的兩側 這邊 兩隻腳一起抬起來 這個高難度動作開始了 對 很帥很帥 腹肌有用力 腹肌有用力 對 那如果老人功能更好 在發抖 對啊 因為這個往下走啦 你看 如果功能更好的老人 想要做重量訓練 我們也可以建議 前面可以放一瓶 寶特瓶的水 寶特瓶的水放哪裡 就是 前面這裡 這裡 功能更好 拿這樣舉起來 對 你舉著以後 接下來就變重量訓練 就像你放個壓鈴 有沒有 我們去做那些運動機器 大家可以先放下來 實際大學有很多運動機器 我們還要加棒數以後 然後去練習那個腳的力量 那個就是 再加做一個重量訓練 其實老人是可以做重量訓練的 對 你就是要有一個小時 是 照顧他身體 就是前面一開始 量完學校之後 我們固定就是一個小時的運動時間 對 現在衛生署針對老人的 就是我們針對體身的運動 已經是要求533 一個禮拜要5天以上 以前是333嘛 現在已經是533 最好是天天做啦 了解 所以讓他有一個持之以恆 是 對不對 這樣讚 對 坐著也可以 毛巾也可以 那我們來看這個 慈濟怎麼做 好 好不好 阿嬤 你拿到哪 我拿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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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光復鄉的家裡動社區 家裡動社區是光復鄉最偏遠的小農村 年輕人外出謀生 所以返鄉照顧母親之後 時常走訪社區的陳萬山發現 還有不少長輩因為身體老化 或者生病失能需要人照顧 因為天氣比較冷 早期他也一直在外頭 然後 他的先生過世以後 那他就回到這個地方 目前也都是獨居的狀況 早上是很晚吃 早上八九點這樣 早上中午就不吃 沒辦法小孩子都不在 這幾組 小孩子都上台北上班 回來以後 我發現不是只有我的家人 他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社區裡面 像獨居老人 社區的一個年齡 老化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 應該是偏高 然後再向上 一些小孩 我看到他們慢慢的 我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機會 除了服務自己以外 然後也可以服務別人 我開始有其實 這樣的一個想法 一顆想要助人的心 陳萬山開始尋找資源 除了參加慈濟基金會開辦的社區工作陪例課程 2016年3月 也與慈濟基金會發展出社區關懷工作的合作夥伴關係 你幹嘛笑 有了固定的聚會場所和時間 鄉親們的感情更加緊密 你嚇到我快要怎麼跳 有沒有高血壓 有沒有高血壓 沒有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 沒有 關節炎 沒有 神經病 好 謝謝你 換你 換你 不對 不對 據點開放的日子 慈濟志工會前來陪伴 也帶來醫療資源的合物 來 預備 開始 由於偏鄉地區就醫不變 許多長輩往往疏忽地照顧自己的健康 醫療團隊帶來衛教也做疾病篩檢 那我問你回答 我要看看你的大腦有沒有很健康 你又笑了 你為自己算錢嗎 我考一下 二十塊花掉三塊是幾塊 兩塊 所以都他幫你管 長輩不太喜歡去醫院 所以你到醫院才做篩檢 他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我生病了 他會有點防衛 所以你問他都沒有 我都很好 他是來到這個老人關懷據點 都是老人家嘛 第一個就找得到人 第二個因為他是來活動 他也比較輕鬆 他就不會有一些防衛 那就有對象也可以透過這樣聊天 然後他就比較可以自在去表達 那我們就可以早期的去透過這個失智篩檢 然後發現潛在有失智疑似的個案 醫療團隊與慈濟志工的協作 部落鄉親找回了許久不見的溫暖 所以我們今天呢 是鼓勵長者 你自己要服務所有其他的長者 希望你有一隻手可以動 一隻腳可以動 或什麼我們就來做 我可以做的 所以很多長者在這樣陪伴之下 他越來越有活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去發掘 社區裡面有潛在性的許多的志工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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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了 快要快要 從那邊開始白飯 吃飯 很多人啊 感覺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再不好的菜也覺得很好吃 好吃啊 大家吃比較好吃 自助 互助 永續經營 是發展和運作社區關懷據點 所期盼的終極目標 與家裡動社區關懷據點的夥伴關係 也是慈善關懷工作 協助社區健康營造的新思路 好酷 好酷 實際這個方案 你如果深入記憶思維 它就是 不是關懷長者 到他 臥病在床 我才去關心 我在你健... 我們在健康的時候呢 希望你永遠的健康 永遠的有品質 所以這種慈善工作 是一種預防的慈善工作 那每個家庭都有長者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如何讓長者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為什麼要跑去長者的家裡 我們來看據點大家都來嘛 去家裡這個事情是 我們是到他家裡去做 長者居家安全改善的家放 去了解 因為老人家如果跌倒的話 他後遺症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他在家裡是一個安全的 避免跌倒的機率發生 所以我們就去看他家裡的廁所 有沒有扶手 家裡有沒有無障礙的一些空間 來協助他去做改善 所以這是預防 那一樣來者是客 我們問一下這個淑婷這邊 就是說剛才提到 長者要健康生活品質 那這部分 你自己在做你的經驗 我覺得要有健康的生活品質的前提 是你要有生活治理的能力 你的生活品質都來自於 你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那你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前提就是你要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那在整個的社區照顧據點裡面 他既然是預防端的工作 我們就要從好幾個層面 包括健康管理 他已經有疾病的 我怎麼讓他的疾病控制得很好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做健康檢查 這是整個預防端的重心 對於還沒有發現疾病的人 你要透過健康檢查去協助他發現問題以後 要及早治療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在說的 你要活要老化 你就是要運動 所以規律的運動 然後再配合其他豐富的課程 讓老人願意在社區關懷據點 持續的做運動 那是我們在推展的時候 覺得說什麼樣是我們希望 能夠達到那個社區能夠關懷據點的目的 在光復這邊 只有五個還在讀書的小孩 這個五個讀書的小孩 是從幼稚園到高中 就是還在讀書的小孩只有五個 所以你可見那邊 幾乎就是長者居多這樣 所以他看到說 除了照顧自己的媽媽之外 還有這麼多的長者需要照顧 然後他剛好有這份心 然後也剛好有這個 因緣跟慈激連結 教導社區的這些志工 他們怎麼樣運用環保的素材 來做一些健康促進的教具 然後在據點帶動長者做健康促進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想大家就是說 也是都有在幫忙照顧老人 這個社區關懷據點這樣 各自分享一下 不要說困難了 如果我們要做 我們希望老人怎麼 我覺得這樣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目標 繼續往前這樣 我希望就是我們部落的長輩 可以在地老化 而且是活得有尊嚴 帶了那麼多年的長輩 我們最感受得到的就是 他們得到關懷的那種心情跟快樂 那當然我們也常常鼓勵長輩說 你就要有健康 你自己可以治理 你就有生活的自由 如果我們有能力 在老人還健康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照顧他 訓練他 讓他不只能走還能跑 這才是真正社區照顧據點 他的功能的所在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是 希望大家去理解 甚至於鼓勵家裡的老人 究竟就是參加社區照顧據點的照顧 那我們希望說 每一個據點的長者 可以在這個據點當中 他心是安定的 踏實的 然後他又可以在這個當中 健康被促進了 其實老子是一個年齡上的數字 那每個人他只要觀念的不同 他其實都有一個服務的 有服務人的那份能量 他生命的展現 那個光彩是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座的美真傑 我也看不出來他已經70歲了 表示的黑話 對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據點的每位長者 他都能夠走到 像美真傑這樣的一個境界 就是心安定了 踏實了 然後健康也有自己 自由行動的能力了 然後呢 又可以再把自己的人生 生命的良能再發揮 那那個18年的時候 也就是明年 台灣就進入高齡社會 其實我們台灣 現在是高齡化社會 意思就是說超過7% 7%是老人 到明年就14%超過 我們就進入高齡社會 所以你看 100人裡面14個老人 那以這個數字下去 所以我們要重視老齡家 那今天說多也沒用 拜託導播 鏡頭看一下美真傑 好不好 70歲可以這樣子 來 大家給他鼓掌 真的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加 感恩各位 感恩 謝謝 謝謝 謝謝